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五月二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对于天主的安排和旨意 有时候我们是否持有固执的态度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耶稣给的确定感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 正是冬天 耶稣徘徊于圣殿内撒罗满游廊下 犹太人围起他来 向他说 你时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 要到几时呢 你如果是墨西亚 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耶稣答复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相信 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 为我作证 但你们还是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我赐予他们永生 他们永远不会丧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 那赐给我羊群的父 超越一切 为此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 我与父 原是一体 感谢天主的圣言 你时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 要到几时呢 你如果是墨西亚 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犹太人的行为反映出人 确切知道的需要 一般人厌恶不确定感 没想自己等待成绩放榜 或健康检查报告的那种感觉 不确定的感觉真能让我们心神不定 今天 耶稣要我们思考 在面对不确定的事情 我们是否足够开放 去接受天主的安排 天主的计划 还是 我们已经决定自己想要听的答案 无论如何 都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福音中 耶稣点出犹太人的固执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相信 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 为我作证 但你们还是不信 虽然耶稣的言行和行迹 渐渐透露他就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 但犹太人早已对墨西亚有某些期待 想法或定义 因为这些期待 想法和定义 能给他们一个确定感 所以他们无法改变 想象一个不一样的墨西亚 结果 他们坚持自己确定的立场 就被固定住 无法跟随耶稣了 耶稣今天再次用羊跟随 牧羊人的画面 来描述想要跟随 他的人所要有的态度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羊必须顺服牧羊人 牧羊人往哪里走 他们必须愿意跟随 即便他们看不清前路 耶稣也透过这个画面提醒我们 身为他的羊 我们的确定感 终究不能建立在 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观念上 而是要建立在耶稣本身 只要跟紧耶稣 无论外在环境的变化多大 他都不会让我们丧亡 请品尝圣言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永远不会丧亡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和他人有冲突或争执时 留意自己的态度 是否固执倔强 这是耶稣要的吗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让我因为信靠你而变得柔软 顺服